早在6月时 菲律宾慈济人医会医师 已先行来到辽国 进行眼科筛检 共有10位患者能够接受治疗 8月再次前来 行程同样马不停蹄 一下飞机就赶往省力医院 心情和等待能够看见的患者 一样心急 辽国医疗匮乏 白内障患者大多为长者 更舍不得花钱开刀 菲律宾眼科医疹经验丰富 20分钟完成一例 愁眉苦脸老阿嬤终于破体微笑 詹巴塞省立醫院借用場地 也借此機會進行醫術交流 為寮國鄉親拔除眼疾之苦 也為貧病患者重建光明世界 這是醫療最動人的時刻 答案新聞黃娟 昆大 寮國報導 我講解說 我講解說 額外人的時刻 我講解說 感谢观看